全球总决赛的微博直播间 我是今天的解说 淮南同事说我们今天非常有幸 在演播厅请到了 两位老师来跟我一起完成这场比赛的解说 先请他们挨个为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Hello大家好我是赵让 大家好我是解说盲帽 我们今天三位将在演播厅线下 来给大家带来这一场比赛的解说 当然待会稍后也会 有我们的连麦嘉宾和我们一起来 看比赛 我好像网络有点不太稳定 我们LPL赛区的一号种子 也是我们的夏季赛冠军 一地基战队 而另外一边则是在LCK赛区的一号种子 也是他们的夏季赛冠军 同时是我们世界赛的未免冠军 也就是DK 相信两支队伍都会为这场比赛 做好 就是观传解说来说 肯定期待这是颇高的 而且刚才你也说 就是两支队肯定做好准备嘛 而且各自赛区的粉丝 其实也做足了准备 对吧 现在微博上很苦的一个话题 就是把元气借给EDG吧 对不对 就是虽然我们不能到现场加油 或者说不能上场 帮助变成光 都是EDG的光 所以说我觉得 相应整个LPL的粉丝都很期待 今天EDG的表现 是的 我们与从事也能看到 其实线上已经有五个好朋友 连到我们的这个直播连麦的 一张招呼 我们看到周睿 来 给大家打一声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周睿 大家好 大家好 哈喽 哈喽 然后我们看到 今天另外一位 我们的超完新奥冠 李欣一老师 李老师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来做客了 来 先给我们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欣一 李欣一很开心 今天能来到我们 21的准决赛 大家好 大家好 实在于从事我们看到 来自孙银的这个 相当选手 冰也非常开心 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请他 请他也给大家打一声招呼 嗯 哈喽 你能听见吗 阿宾那边可能声音不对 应该听见了 你应该打个招呼 嗯 行 那么我们也稍微休息对吧 可以看到 大家在这个屏幕下方的一个空框里面可以看到 还有一位 失位以待 待会儿等他来了以后 我们把他抢出来 是 那我们 我也先来我们这一次的诸位阵容当中来 也请他们来聊一聊自己和英雄联盟的一些故事 我们就从现在这位开始吧 其实也很想了解说 嗯 教授你平常打英雄联盟 呃 玩的多不多 然后平常玩哪个位置 玩哪些英雄玩的比较多一点 最早的时候 我应该是 开始的真的很早 在S3S4的时候就开始玩 当时 地图 还是 没改版的那种 对 然后 当时的话 我一般都是和同学 他们一块玩 但是 相对辅助 对 包括现在也是 会经常去打辅助这个位置 那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善嘲或者特别喜欢的 古英雄 拉克斯这样的 啊 你看这种难得的帅哥辅助 对不对 大家想要排到照样的 赶紧去小谷里面 都是有那种一锤定音的能力的 扭转战局的能力的 对吧 通常说你一个关键的控制给到 往往就能够打出非常好的效果 可以看的 今天来听一下 现上的几位嘉宾说他们和英雄龙门的故事 我们先请周老师来聊一聊你 平常玩英雄龙门 玩的是哪个位置 然后玩哪些英雄 呃大家好 然后我平时 因为我是很老的玩家了 我最早 就是 玩一直玩到现在 然后英雄的话 基本上 刀妹啊 鳄鱼啊 芒森啊 这几个会比较强用 我的芒森玩了快 一千五百吧 我之前最早 而且感觉就是玩这种英雄的玩家 基本上都是高操 是的 所以说啊感觉 其实咱们现在游戏很多时候 也是切合到比赛里面来的 很多玩家也可以从 比赛的赛事过程当中 吸取到一些 经验 对吧 来应用到自己的游戏过程当中 来我们的连麦嘉宾 李新一老师 来聊一聊 说你平常 啊 玩游戏都是跟谁一起玩呀 然后玩哪个位置 玩哪些英雄 嗯 嗯 哈啰 星一老师能听到吗 星一老师 这个想问一下 你平常玩游戏都是 跟谁一起 然后想问一下 玩什么样的英雄和什么位置 是的 我一般 我一般其实说的话 我当时呢 一般的时候 开始就玩 铺啊铺 然后呢 我是那种 就自己啊 很难玩开始 我就是我需要 赌对西方游戏 所以我可以去 玩玩 好 好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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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人 石头人 中单 然后 最近 现在 如果 如果 第一次玩的话 我心里 中单 了 对 嗯 嗯 嗯 招的招的 招的招都挺喜欢 这个招的呀 招的玩家又玩石头人 对吧 就只玩石头人 真的好用 嗯 真的挺好使 对 而且还有刚才听到个波比 波比也是咱们世界赛大标的英雄 对不对 就证明了 咱们现在玩家都 你要说石头人 石头人世界赛也有登场 也玩嘛 对吧 对啊 特定阵容是可以选的 而且他这个大招 势不可挡 一听起来就很有气势 嗯 那我们 那其实也聊到这一块嘛 想问一下说 招让 现在来到这个时候 你有没有说身边人 会跟你一块打游戏的 现在吗 啊 我们 新一就经常跟我一块玩 哦 真的吗 对 我们就经常会一块玩 然后我们 一些身边的好朋友 我们也会经常 一块 一块开黑 啊 那我有个问题 要问一下 招让 就是 平时一起玩的人当中 谁是玩的最 最好的话 我觉得 这种时候叫大胆地指指自己 哈哈哈哈 对 最好的 其实 主要是他们玩的 其实都比我好 都比我好 对 就是 他们 那相对来说 最坑的是谁 相对来说最坑的 这个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感觉他们 就是我们大家 发挥的水平 都不太稳定 对 就都有那种 表现量 短水 短得很平 其实就 英雄両邦这个游戏嘛 就是五个人的游戏 而且我觉得像他说的团圆 大家一块来玩一玩 然后也可以彼此之间增进友谊 然后促进一些交流的目标 对吧 希望玩家们能够彼此之间 能有更多的交流 然后能够增进自己的友谊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真挺好的 嗯 那 其实 呃 今天也在 想要听一听阿斌 毕竟我们要来聊一聊 这一次的比赛了 呃 阿斌作为一名少男选手 相信对这个版本 也有很深的了解 而且我觉得非常想要请教阿斌的是 在这个版本 看待的 阿斌能够听到吗 听得到吗 我说话听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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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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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不大吗 现在 对 哦 OK OK的 OK 挺适合 EDG的 很适合生产歌玩 可以 简短有力的 简短有力 主要是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来帮大家 补 因为我觉得 首先 圣枪哥他带枪字 打枪的就厉害 那枪也带枪字 所以说带枪的都可以 对于圣枪哥来说 这个英雄 我觉得一个首选 就如果有这个英雄能给他拿得到 他可能会确实比较愿意去玩 对 当然像一些其他的AP英雄 比如凯南这种 我觉得圣枪哥玩的也很好 在半截战当中 我们看到了他非常亮眼的凯南的发挥 几波天雷的进场 是直接摧枯拉手的赢下了 这种人的 是在这种团战 我们请Tinko来跟大家打招呼 喂 大家好 有声音吗 有声音吗 有的 有的 没了 非常欢迎Tinko 对吧 作为美女 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联麦的环境 有的 你觉得今天其实两边 在BP上的重点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 以你专业的这种解说的看法来做一下评价吧 中单位上的选择吧 还有一个就是上单 就像刚刚大家聊到的南枪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非凡必选的一个英雄 然后其次就是在中单位上像 休美可的妖极啊 还有辛德拉这种英雄 这两条单人线 其实这一场比赛相对来说 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觉得教练组 和选手们赢下这一场比赛 那我们在后方也需要给他们 加加油打打气 对吧 我相信今天我们来的几位 多才多艺 一定都有自己 为EDG加油打气的特别的应援方式 我们就从 线下演播打个一 对吧 多才多艺 一样来为EDG加油打气 没问题 我这个早有准备啊 早有准备 我特意写了一首 这个藏头诗 对 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这个字迹虽然比较潦草 看下还是给大家读一下 骑马沙场秋点兵 士气鼓舞正无心 归来必是吴凯摩 来往过客接赞音 好 我觉得应该 大家都能够听到这首诗里面 还有一些小小的玄机 对 我请赵尔老师来给大家揭晓一下 他的这个 四句话的开头是 骑士归来 嗯 对 希望EDG今天能够 是 是 十成 沙场夺得冠军 骑士归来 而且我还注意到一个小 联赛的今年最强战队 杀入我们S11的总决赛 所以说我希望 在今天夜晚比赛 就是无论 结果如何 你们已经代表你们是 LPL今年最强的战队 是的 对 你们要赢了 我就那个放肝痛 我也不会 哈哈 行 啊 希望EDG能够 听到这一份祝福啊 在今天晚上发挥出 比较好的 竞技状态和水平出来 嗯 那我们也请 来周瑞周老师来 给大家 包括给远在冰岛 首先是 准备了一个 比较有 我觉得有含义的一个 小魔术给大家了 然后也是送给EDG的 然后 然后 大家仔细看好这个牌 然后这个魔术呢 我准备的时候 就是想 哇 前面的 前面的红头捕呢 其实是代表了 我们 EDG的 能拧成一股蛇 五个人一条心 然后把对面给A死掉 嗯 然后我们的EDG能够加油 这个真的有心了 对吧 对 我觉得今天咱们嘉宾 准备的就是各种 对 那我们的嘉宾多采多仪 其实线上的网友们 对吧 早早也在用自己的方式 给EDG来应援 我们也来看一下 网友们 在今天之前 都有哪些方式 给EDG加油打气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在左边这边 突破不力 LPL最后的牌面 EDG充 FEDG电子经济俱乐部 明天去电影院给你加油 不管结局如何 突破自己 真的特别开心 作为淀粉 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这种 线下影院的观赛的方式 大家可以 在一起来给EDG加油打气 希望他们 也能够不附带来期望 看一下右边这个网友的发言 虽然半决赛前调侃就算挨打也要挨DK的打 但真正要打决赛了 还是希望能够胖揍DK加油 始至不渝 生死于私 冲冲冲 而且下面还配一张图燃起来了 来了以后都感觉 对吧 虽然说北京的天气已经下雪了 比较的冷 已经下雪了 但是相信大家的西医是火热的 西医是为EDG在燃烧的 对 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 Scott0314在Scott超话里面是这样发言的 他说千言万语 加油 加油李瑞灿 你放心 去冲 别人都是选手最坚实的后盾 他们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都会去支持自己的选手 希望他们能够有好的发挥 而且我相信就是走到这一步了以后 不仅仅只是Scott的粉丝 整个LPL都是EDG的粉丝 都在后面给他摸摸加油 那么来看一下右边这名唐唐琳丽网友的评论 看到这么多人只是 电宝王这个冠军很久了 但是如果输了 也希望大家嘴下留情 其实我觉得EDG能够走到这一步 以后的成绩如何 都只要打出自己的风采就够了 是 而且从他们的队伍的角度来说 本身就已经是迈进了两步了 就在他们的队史上 所以说确实 对于EDG来说 这场决赛 希望他们能好好发挥吧 其实在这里我也想稍微的问一下 赵阳老师 就是你对EDG哪名选手 可能说特别特别的 我知道他也是打辅助的 对 对 所以也知道说Mako很多辅助也玩得很好 是的 这届比赛里面的表现 也确实让我们看到了EDG队长的这种稳定和担当 对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 这边左边这边在EDG超话当中说 初学要带来好运呀 EDG加油 Scott加油 这看起来是一位来自北方的这种粉丝 嗯 因为已经下雪了嘛 而且可以看到他在雪地里面 确实 也是 对 那看一下右边这位粉丝 也是刚提到的Mako 赵阳老师最喜欢的选手 也是来了 整个学校都在给你加油 对于田野这种老选手 我来说 其实这个现在的比赛真是大一年少一年了 对吧 有可能这今年的就是田野能走到决赛 已经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了 对吧 因为往后还是不定吧 所以 对说表现 而且咱们说Mako也是非常有希望能够获得大满贯的这样的选手 对吧 他也就差这一座S赛的奖杯了 是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银龙重铸 骑士归来之时加油 EDG 毕竟今年在银龙杯重铸之后 他们是再一次夺得LPL的 这个代表LPL最高荣誉的银龙杯 也希望他们能够 获得队式赛最高荣誉的召喚式奖杯 对 而且他们也在学校拉起了横幅嘛 对不对 把全校的兄弟们都煽动起来 都被这EDG的光吧 来看一下 右边这名朋友 EDG超话 EDG冲冲冲 不破不利 给我破到底 来得早有应援哦 西西厂长唯一一个应援就被我领到了 看来他也是很开心 今天EDG能够骑士归来 没错 那么接下来看到Skoro男这边说啊 七年了距离冠军就差最后一步了 一定会撒下属于EDG蓝色的雨的 嗯 确实他们真的非常的不容易走到这一步 目前看来到决赛的舞台上距离最后的这个冠军 他们甚至我觉得今天在常观里面呼吸都已经触碰到那个奖杯了 是 就差最后一步 希望他们今天能有好的发挥 能够不留遗憾 嗯 看下右边 粉了你们七年 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希望你们能赢 你们也必须珍视 这可能是此生唯一的机会 发挥好自己的实力 不要留下遗憾 不破不... EDG的这个横幅啊 就他们的小棋子 感觉像是挂满了小区各处 是 因为今年其实看到有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应援手段 也觉得咱们的玩更多的花样去帮自己的战队来加油打气了 对 那 应该以上就是我们本时段搜集到的来自网友的留言和他们VDD的 EDG的这个能够不负你们的期望吧 对 虽然我们其实经常调侃说EDG就是队伍对吧 你越不抱有期望的时候他能给你带来更多的惊喜 没错 他在让人失望这一块 从不让人失望 而这一次其实说实话咱们从很理性的角度来分析 确实会觉得DK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 对于我们来说也经常说这是一届含金量很高的S赛 因为我们后半程度比赛是被三个LCK的强队包围了 EDG杀出重围也太不容易了 没错 如今已经来到了决赛的舞台上 所以说希望他们能够 信息需要跟大家同步啊 感谢英雄龙手游对直播连麦的大理支持 英雄龙手游来了 看 但是经常说的 但是经常说的 很久不见 很久不见 不见 不是 都关切成 comun 你 看 我 什么 不见 对 你 你 不见 不见 你 有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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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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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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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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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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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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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